刚才有提过说手机上的照片 我开始录了 刚才有提到手机上的照片 我们上传的原则 这边有一个三条杠 选设定 这边因为我们有设定 备份与同步处理这个地方 尤其在底下这里 行动数据备份 这里 相片我们这里是关闭的 关闭的意思是说 我今天不会透过行动网路来 帮我上传档案到 运端去 我除非是连上了WiFi 它在背后就帮我慢慢的上传 OK 但是呢 它到底哪些上传了 哪些还没上传 我们的照片越拍越多 我们很难确定 它哪些照片上传了 哪些照片不上传 还没上传 但是呢 还有一个问题是 当你的手机照片越拍越多了之后 手机空间就快没有了 我们是不是要三档案 你就开始伤脑筋了 我哪些照片传到云端 哪些照片还在手机上头 你在Google相簿的管理之下 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来看哦 手机的Google相簿 三条杠 左上角三条杠 选了之后 马上就有一个叫做 试出空间 试出空间的用意是什么 当你按下去之后 它会开始帮你比对 你手机的照片 跟已经上传云端的照片 去做比对 然后它只要比对出 手机上有的 云端也有 它就帮你把 这两边都有重复放的 帮你找出来 来我按一下试出空间 它就开始 找出来说 系统已按照你指定的画质 将这些照片和影片 妥善 然后 这里就是说什么 要移除三个项目 这是什么意思 云端已经有三张照片了 我手机也有同样的三张照片 这边要移除的意思是说 我把手机里面的照片删除 反正我云端有放 那我的手机空间 就可以坑出来了 OK 你可以大胆的按移除 因为移除是移除 你手机上的照片 你的云端都还有 所以你不用担心 你的照片被删除了 如果你今天 你拿给你的朋友 临时想要给朋友看 你拍了哪一张照片 你只要把Google相簿叫出来 你有连上网路的话 你叫出Google相簿 从Google相簿里面 去找照片 点开来 它等于说相当于 就会从云端抓下来 秀在你的手机上 给你的朋友看 这样了解意思吗 所以今天 它帮你的释出空间的用意 是让你不用再费心去比对了 它会自己帮你比对 云端有 你手机上也有的 它帮你找出有多少张 然后帮你手机 还有的 删掉 云端留一份就够了 可以吗